Lindsey 来录视频了 我们今天来聊点什么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Dyson吧 这不是恰饭视频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还真的蛮神奇的 所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是怎么成就了这个James Dyson 从他40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一贫如洗 真的是大起晚成的这么一个人 现在竟然是英国的首富 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且听Lindsey慢慢到来 这个James Dyson 一听就是Dyson的创始人对吧 姓Dyson 就是戴森我们叫小戴 他是个1947年生人 今年已经70多岁了 他小时候其实还挺不幸的 他是他家的老三 然后呢在他9岁的时候 他父亲因为得癌症去世了 他父亲呢是一个这种boarding school 就是寄宿学校的老师 所以当时这学校就破例 把他收进去上学 当时这就是挺贵的学校 就能收挺好教 有点像私立学校 所以呢其实Dyson从小家里头 不是很富裕 但是好的是他还是受到了 很好的教育 之后呢他就上大学 大学学的是设计 还有这个engineering 就是工程 这两个同时在学啊 所以这两方面都比较专业 小戴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跟着一个叫做 Jeremy Fry的 叫做杰老师 跟这个杰老师一起干 杰老师是一个这种工程师 也是一个企业家 所以小戴呢 当时就跟他一起去做 这个产品设计 就生产产品 他们当时做的第一个产品呢 就是一个那种船 就船嘛 一般底儿都是平的 但他们那个船呢 底儿是一个这样式的 就是他这样降落的时候呢 就可以更平缓 具体的这个设计就很复杂了 我也不太懂 所以就不在这赘述了 那总之呢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他们这个东西 当时做出来也卖得很好 就卖给了一些 像是这种军用设备啊 什么生产厂家 结果有三五年的时候呢 小戴就靠着这个 在这个公司赚的钱 买了一套房子 所以基本上算是一个 很滋润的生活了 但是呢这个小戴 他本身天生就是一个发明家 他当然是不甘于 就是顺滑的生活下去 要不也成不了 这个英国的首富 对吧 所以当时呢 他就闲不住 他就又想去 搞一些新的发明创造 这时候呢 他不买了房子嘛 对吧 当时装修房子 英国就有那种 这种小推车 这个小戴是个英国人 一直忘说 英国首富 他有这么个小推车 就是可以放一些 像什么砖啊 各种器材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当时呢 那个问题就是 小推车前面 是一个轮子 它叫wheelbarrel 就是一个轮子 上面带个这种 这个桶 就这样推车 那个东西老往下陷 所以他当时就想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改善一下这个呢 他就把底下那个轮 换成了一个球 球这样也能滚动 但是他就不会 因为轮是一个轮 这样往下陷了 这个发明创造就还不错 他当时自己就 开始自立门户 就开始生产这个产品 然后就开始拿出去卖 结果其实卖的还不错 有个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吧 已经占据了 英国这个小车的 55%的市场 然后一年的 也能卖四五万个小车 虽然有55%的市场份额 听起来好像很多 但其实因为 这个的用的人 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整体的利润呢 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也不算是个 特别特别大的生意吧 但是小代同时 他想做的产品呢 肯定是想影响更多人的 所以他当时也在 整天就在那想 东想西想 看哪有什么 设计不好的地方 就自己想去捣饰捣吃 然后呢 他有一天在家里 他老婆在那吸地 就用那个吸尘器 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 就90年代吧 我小时候 帮我妈吸地的时候 就用过那种吸尘器 爱做家务的小朋友 应该都知道 就是那个吸尘器 这么一打开 它有一个袋 就是袋里头 就是那些灰尘嘛 每次你吸完之后 都把那个袋拿出来 给那个灰倒了 然后插进去 然后之后接着用 小代呢 就发现他老婆 每次袋吸地吸地 经常吸一吸就要倒 吸就要倒 然后其实呢 并不是因为那个袋满了 全是灰 而是呢 因为那个袋 相当于被好多灰尘 给塞那都堵了 所以吸力就不强劲 所以就经常要换 他当时呢 就觉得这个设计 不是特别的人性化 对吧 明明那个袋都是空的 结果还得不停不停地换 换了也没用 多不好 然后后来呢 他有一次在一个工厂里面 就工厂有很多那种粉尘 他发现工业界呢 其实是用一种 就这种 一个旋转式的这种 吸尘器吧 当时呢 就是说 他把那个灰尘 就通过这个离心力 吸附在那个 一个大缸的那个壁上 然后这样的那个灰 就不会堵着那个袋了 小戴当时看着这个 就心想说 这个好啊 我如果这个灰 都通过离心力 转在边上 然后后来把它聚拢在一起 就不会把那个袋堵了 对吧 那这个东西 我如果用到 家用的吸尘器上 那是福利 这个广大社会群众的 这么一个发明 所以他当时就想 我想搞这么一个东西 他就回去跟那个 坐小车的那个厂子 就跟这个厂子的 这个董事会就说说 我现在想做一个吸尘器 我可以做一个 更好的吸尘器 而董事会听了就想 那要有一个好的吸尘器 那早就有人做了 那么多做吸尘器的厂家 你怎么就能 做个好的吸尘器 当时就不同意 他做这个东西 就说我们还是 老老实实生产 我们的小车吧 那吸尘器呢 研发各个 反正时间就久了 这个你就一想天开吧 我们还是想做小车 然后小戴呢 就日思夜想 还觉得说 吸尘器这个东西 绝对有市场 我一定能把它做成 而这个东西 你明摆什么 它就是好用 对吧 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是在 1979年的时候 他已经32岁了 30多岁 但是他没去选择 乘风破浪 他是毅然决然地 辞掉了那个公司的职位 然后自己决定 潜心开始去 闭门钻研 来打造这个机器 他辞去了那个职位之后 其实经济状况 已经开始有点困难了 你想他又得还房贷 我还忘了说 他家里有三个小孩 所以当时呢 他老婆就非常的支持他 就说没事 你就去搞你的这个研究 我来养家 他们俩其实是在 那个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所以这个校园爱情 还是很坚固的 所以他老婆也是学艺术 当时就出去教艺术 教艺术之后 就赚钱来养家 然后小戴呢 就开始了 他长达五年的 钻研的过程 五年之间 他就在不停地 一直在研究这个吸尘器 他一共做了 五千多个这种 prototype 就是产品的原型 就不停地 不好用迭代再改进 不好用再迭代再改进 再迭代再改进 不行再行不行 再迭代再改进 然后就不停地研究 别人都以为他疯了 你想什么事 我做一天可以 你让我早上来六点起床 学习到晚上十点 为了清博考试 那没问题 但是长达五年啊 坚持了五年之久 最后终于 1984年的时候 在一个风和日丽 阳光灿烂 一望无垠 天马行空的日子里啊 最后终于把这个东西 给研究出来了 你以为他的人生 从此就开挂了吗 并没有 因为对于一个发明来讲 他现在研究出来了 仅仅是把一个专利 给研究出来了 所以现在呢 他就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 要去销售他这个专利的过程 所以他开始就走访了 各大这种 在英国的卖吸尘器的 生产吸尘器的厂家 就跟他们说 你看我这个技术 特别特别的好 你们就不用再去弄 那个带袋的吸尘器了 也不用换袋了 当时就没有人 接受他的这个专利 然后甚至有的厂家 还跟他说 说哼 还有小袋 还弄一个没有袋的吸尘器 你以为呢 你以为我们卖吸尘器 就是为了卖吸尘器吗 卖袋也是一个产业啊 那你买了吸尘器 意识到了 他在对抗的 不仅仅是吸尘器 这么一个东西 而是整个这个吸尘器的 这个产业 就是有袋的吸尘器 这个产业 所以英国他看不行 他想怎么办呢 美国人不是喜欢 接受新事物吗 对吧 我去美国试一试 他就到了美国 美国想去销售他这个专利 当时有一个厂家 其实还蛮喜欢 他这个专利的 就是那个安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卖过 反正我是被他们卖过 安利就看好了这个东西 但最后谈谈谈谈 谈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跟小黛说 你这个现在这个专利 还没有到 我们能生产的这个阶段 所以对不起 万万没想到 没过几天 美国市场上 竟然就出现了这种 没有袋的 就以小黛这种专利的吸尘器 所以小黛当时也很愤怒 对吧 就相当于安利 到了他的这个专利 小黛就把安利 告上了法庭 这官司一打 就是五年之久 你想想 他32岁开始造 造了五年 然后又开始卖卖不出去 又打官司 雪上加霜 真的是把小黛就熬成了老袋 小黛他并没有放 老袋 但老袋他并没有放弃 美国不行 英国不行 我们去亚洲试试 然后他就去了日本 没想到在日本 有一个厂家 愿意接受他这个专利 又是日本 日本人还是挺愿意 接受新事物的 我们之前讲 Canada Goose 就是在日本找到了市场 当时在日本 就生产了一款 叫做G-Force的吸尘器 就粉粉的外观 非常的漂亮 竟然你猜 他卖多少钱 2000美金 当时的日本 那是198几年的时候 就相当于现在 差不多是 6000美金 就是4万人民币 你能想象吗 4万人民币 能买一辆小车了 他就买了一个吸尘器 所以老袋当时 他也很惊讶 日本真的就是 有那些贵妇 就是会花这么多钱 去买一个吸尘器 因为日本其实 女的结了婚之后 大多数有了孩子 就开始在家里头 每天就相夫 叫子做家务 所以他们肯定 就很希望 有一个特别好的 就当个玩具 对吧 所以就买回来玩 贵妇当个玩具 所以在日本 就打开了市场 这个G-Force在日本 卖得还不错 这个老袋 老袋的经济状况 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他把这个房贷也还了 基本上算是 稍微平稳了一点 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 但他就觉得说 我这个吸尘器这么好 我应该让他 推广到给更多的人用 而不是仅仅 给日本的几个贵妇来用 所以当时他就想 既然英国美国 没人愿意接我这个专利 那我不管他们 我来自己搞 所以他当时就想 我自己要建一个厂 然后自己来做 这个吸尘器 然后去卖 所以他第一步呢 就去融资 对吧 我们之前也讲过 融资要先找这个 做天使投资的 就是这些VC 他就去找这些VC 他当时觉得自己 还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Track Record 就是自己的 一个过去的履历吧 就是你看 他又发明过那个船 卖的也不错 又卖过小推车 又发明了这个吸尘器 然后也卖出去了 但是呢 VC不买账 VC觉得他是一个 做设计的 他不太会管理公司 或者不太会去做营销 对吧 你想VC都是那种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所以VC就没给他钱 其实也赛翁 施马胭脂非福 对吧 正是因为这些VC 没有给他投钱 所以老代呢 到现在都还自己控股 百分之百的这个Dyson 不用听任何人摆布 我想干嘛 我就干嘛 我要我觉得 我就觉得 所以VC没给他投钱 对吧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还有一条路子 就是我去贷款 老代当时就开始 去走访各个 大大小小的银行 想去要这种商业贷款 但是因为他这项目 就巴在没一瓶了 没人愿意贷给他 然后他就走走走 最后终于有一个人 愿意把钱贷给他了 然后他就当时 就跟老代说 老代你知道 为什么把钱贷给你吗 首先我知道 你在美国 打了一场五年的官司 最后把这事给搞定了 所以我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毅力的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回家问我老婆说 你觉得这个新生气 如果没有带怎么样 他老婆一拍大腿 说wonderful啊 就是他老婆就觉得 这个想法太好了 简直 所以这个银行家 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有市场的 所以我愿意把钱贷给你 说好好干吧兄弟 老代拿着钱 就开始要去大干一场了 你以为他的人生 就开挂了吗 还是没有 贷款嘛 肯定又要有什么抵押 所以没办法 他又把自己的房子 给抵押了 你想他在四十出头的时候 刚稍微稳定一点 又把自己房子给抵押了 又变成就是一无所有 经济层面上一无所有 又开始投入到一个 新的这个冒险当中去 因为整个生产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要研发 要测试 各个环节 开始还得招人 他又花了个三五年的时间 在1993年的时候 终于把他的第一个 Dyson的吸尘器给做出来 就是当时的型号 叫DC01 就DCO1 后来的Dyson吸尘器 就是DC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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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第一个 在1993年终于变胜 你以为他的人生 就开挂了吗 还是没有 这吸尘器做出来了不算完 你得把它卖出去 对吧 所以老代这时候 就从上一次出去 到处卖专利 变成了现在到处出去 卖他这个吸尘器产品 那这次好在 他是有个产品了 能拿出去给人看了 当时卖吸尘器 不像咱们现在 你比如在网店下个单 或者去门店 有那种专卖店去买 当时都是那种 就是百货商场 就有点像 那种什么国美 苏宁 就里面有各种 各样各种品牌的吸尘器 当时就走访这种 各种大大小小的门店 也是非常非常艰难 就没有人愿意 接受他的这个产品 即使他说的这个东西再好 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尝试 那最后呢 他也是没办法 他就跟有一家店就说 我把我这东西 放在你这卖 我不要钱 你也不用前妻付我钱 而且第一个月的销售额呢 我们你不用给我 我们都把它拿出去 打电视广告 然后人家一听觉得 也没什么成本 对吧 最后就接受了他这个提议 就开始卖这个吸尘器 没想到第一个月 就卖的还不错 其实整个的收入 就能够支撑 老代的这个工厂 给员工各个方面的运营了 但他履行他的诺言 就把整个所有的收入 都拿去打了电视广告 电视广告就有点像 咱们现在看的那种 直播带货 当时老代 一个文质彬彬的 50岁个小老头 就在那个电视上 就开始去介绍 他的这个吸尘器 怎么怎么样 当时他的标语 就叫say goodbye to the bag 就是说我们这个 无袋吸尘器 就像经常说 现在只要 呱呱呱呱 无袋吸尘器 带回家 就想老代就在那卖 没想到就这一个 电视广告 就一炮走红 第一天就断货了 就跟那个 超级网红带货一样 你以为他的人生 就开挂了吗 没错 他的人生 从此就开挂了 从93到95年 这两年的期间 就大街小巷 一传十十传百 因为吸尘器 不是原来 那个小推车了 挨家挨户都要用 对吧 所以整个就 横扫了英国市场 两年就卖了 一个亿的英镑 那是93到95年的 一个亿啊 就这么火了 后来他就觉得 他还是想潜心的 去做产品 做设计 后来他就又找了 一个CEO 在2000年的时候 让他就自己下任了 当然他还是拥有 这个公司 百分之百的控制权 后来这个CEO呢 就帮他打开北美市场 当时他们去的 第一个那种门店 也是那种 像卖百货的 电器商叫best buy 当时就是best buy 里边的有一个员工 把这个吸尘器 拿回家自己试了 试了大概 一两个礼拜之后 然后他回去 就跟他的老板说 这个东西好啊 这个东西就是好用 对 我觉得 就是这个好的东西 就是拿到人手里 识货的人一拿 就知道这个东西好用 那这个东西 你觉得它能不火吗 对吧 所以best buy就开始卖 结果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在没有任何 广告的情况下 销售量就比预计 超出了十倍 然后后来 他们又学了 在英国的那个模式 在美国也开始 在电视广告 同时也是老代啊 老代自己在自己家后院 然后就介绍 他这个吸尘器 怎么怎么怎么 电视上演示 一个非常绅士的 银发的 带着英国口音的 一个老头啊 结果在美国 瞬间也搜了一下 就大火了 后来呢 老代他们也开始 有了各种各样 新的产品啊 比如说像这个 没有这个扇片的 电风扇 就吹风特别的柔和 小了对吧 非常的安全又美观 还有像这种 就第一又非常的美观 然后也不会伤到头发 的这种吹风 怎么跟直播带货人 不带货啊 还有比如说 我们在那种商场里 经常有那种干手机 它就是底下 带一个那个东西 这样就不会 见到地上 就是很小的设计 但是真的就有 很大的改善 当然他们也有一些 失败的产品 就比如说当时 他们想做一个那种 仿人手洗衣服的洗衣机 后来那个就 销量不是很好 就夭折了 老代也非常的伤心 因为他也是 这个产品的设计师之一 后来呢 老代当然也做了很多 比如说像 在英国建立的 这种学校 想培养一些 既有设计 又有工程方面 这种人才 包括一些基金会 然后前两年 他自己啊 拿自己的钱 投了两个billion的美金 就是差不多 一百多亿人民币啊 去研发 那种电动车 他自己 他其实也一共 也就六七个亿 六七个billion的 美金的资产 不像贝索斯 有一百多个billion 投两个billion 没什么 他自己拿出自己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资产 去做这个东西 这么说吧 纵观他这么一生 他真的不是一个很 他不是一个商人 他不是很care钱 他真的就是希望 把这个产品 能够做到最好 能够希望这个产品 改变人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还是一个非常值得 敬佩的人吧 到现在呢 这个Dyson也成就了 他是英国的首富 到现在有六点二个billion 依然控制着 这个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他这一生吧 真的就是 大起晚成 真的是吃得了苦 耐得住寂寞 顶得住压力 守得住梦想 最主要的 他还有一个 靠得住的老婆 这些呢 就是Lindy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Dyson的传奇一生 别忘了关注 点赞留言分享哦 拜拜